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选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东正在高好吃不上火 爱之情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女嘉宾可以秒回我的信息 15号 男嘉宾你好 那我想请问你能做到吗 就是秒回信息这一点 如果我是在不工作的情况下 一般正常我是秒回信息的 工作的情况下呢 对啊 工作的情况下当然是工作有限了 对 忙完之后我会秒回的 余璐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你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 因为大部分时候大家都很忙 毕竟我们人和手机并不是完全就是一体的嘛 还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时间 这样我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比如我们在晚上的时候 大家都工作忙完之后 这时候我可能就是说比较想要跟对方去多聊一些东西 如果他在休息的时候都没有秒回我的情况下 我可能就会感觉到比较失落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对方不秒回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不在乎你吗 对 不在乎是一方面 就是有可能他去干其他的事情了 就觉得他没有第一时间把我放心上 这样 你希望你是他世界里最重要的一个存在 没错 没错 我想问一下女生 你们有男朋友发信息过来 你们有看到就马上回复的习惯吗 17号 看到的话肯定会一直秒回 而且我也是那种就是看到有趣的事情 然后就会立刻分享给男朋友 18号 男嘉宾你好 在我以前恋爱的经历当中呢 我一直是一个信息会秒回的人 我怕错过他的信息 在半夜我睡觉的时候 都会把手机调成不是静音的模式 就为了在第一时间看到他信息的时候 能够秒回 但是我会发现我这样的一个举动 有的时候可能反而会让对方觉得 我有一点卑微 因为我确实之前在一些失败的情感经历当中 我太把别人当成我的中心了 然后我会发现有的时候 两个人那个发信息的时间 拉得稍微长一点点 好像效果会更好 我觉得吧 其实秒回戏机这个事就是为了给对方一个安全感 就是让自己觉得对方是在乎你的 把信息拉长的话 可能感觉就没那味儿了 下一个问题 我不希望另一半打游戏的时候太想赢 打游戏有人想输吗 陈铭 他这个我估计太想赢的话就不能秒回他信息 因为这个 一定要专注 他得切出去 还真是 因为玩游戏的时候 上面那个微信会弹一个对话框 那是非常非常痛的 打扰人的 抉择的时刻 因为你一点就切到微信页面了 队友就疯了 说对 我们队友去哪了 但你要不回 对面就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 你为什么不秒回我信息 你肯定没工作 我看到你游戏在线 你在线你还不秒回我信息 你肯定跟别人组团在玩 那那个队友肯定比你重要 那队友有四个人 四个人比我一个人重要 四个人就没有男的 肯定有男的 我跟你说这事就没完了 我跟你讲 要不是有深刻的体验 他也说不了这么生动 真的是 都是累 周老师有一副很想赢的样子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你是对太想赢这个事特别敏感 还是对打游戏太想赢 这事比较敏感 A 我之前也是做电竞的 然后我对于打游戏也比较厉害 我之前带女生打游戏的时候 她们可能对这种胜负感 要求就比较高 然后她们可能会对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我在打游戏的时候 我没保护你 不希望就是说 另一半的胜负心太强 然后影响我们的感情这块 我明白了 因为她太优秀了 所以有人跟她组队的时候 她往往是她想赢 对 然后那个女生会觉得 我们打游戏是为了有一种连结感 对 我们在一起玩耍 可是过程中 那个女生的感受被她忽略了 没错 所以你应该用两个号 一个跟兄弟们去玩 达到很高的级别 弄一个小号比较菜 带着女朋友两个人死在一起 其乐融融 对 对 一个浪漫小号 专门用来和女朋友死一块 看第一条片子 绿化纳 电解制 冲锋管 这些术语每天重复上百遍 我是龚佳阳 现在在中外合资的数学厂 做大客户经理 负责为天津24家医院 做产品销售 培训 售后工作 以前是知名网络游戏的电影解说 好 千户万万使出来 今天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 所有人跟着我的节奏听我说 工作是游戏 娱乐也是游戏 虽然收入不错 也有粉丝追跑 但虚拟世界总是让我觉得不踏实 所以我决定跳出舒适线 重新规划职业方向 现在每天奔波于各大医院 讲解公司产品 面对不同专业的医护人员 采取不同话术 让自己专业又有亲和力 精神要高度集中 所以从医院出来 我最大的爱好 就是在车里飙歌来释放压力 心情好就不要快歌 比较疲惫 则会唱一首舒缓情歌 朋友聚会 有我在就不存在沉闷 我无话可说 我是朋友圈公认的月老 用三次不烂之舌 撮合上了四五对情侣 至于成功的秘诀 我总结了两点 一是做好神助攻 比如饭后提醒男士 一是主动送女孩回家 二是做好守候 比如给感觉迟钝的一方 多吹起耳边风 多关注对方优点 加速双方了解 看到互不相识的两人 因为自己相知相恋 挺有成就感 也理解了孟非老师 为什么能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坚持十年 依然乐死不疲 现在我还差自己没推销出去 所以孟老师 我来了 你一共介绍过几对 我介绍过差不多六对 成了四对 成了四对 这个成功率超过我们了 我们就剩在总数了 里边就没有一个是你喜欢的 所以你就把他们都介绍给你的兄弟了 还是也有我喜欢的 我觉得我的兄弟比我更需要 你是哪一种 两方面都有 其实 我年轻的时候就缺这种兄弟 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也就爱八卦 有没有你介绍给你兄弟的那些女孩 当中有过你去追没搞定的 你觉得反正我也搞不定了 也不能浪费 就紧着我的兄弟 有没有这种情况 没有 没有过 有没有追你 然后没搞定的 就追你 你觉得我不喜欢 给你 有没有这种 有过 一定有这种事 我跟你说 在男生角度 如果自己追没搞定 你不会介绍给兄弟的 因为自己追没追上 一介绍兄弟成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不行 对 说明兄弟比较强太多了 这种自信心以后 怎么跟兄弟相处 他六队里面成了四队 你们想干什么 然后他这个事 我告诉你 我这种三流编剧的想象力 又开始发作了 一个女孩喜欢他 没有成功被他拒绝了 这是他真事 然后他一看就发现说 那就他想了个办法 介绍给他兄弟了 这个女孩居然也就答应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 他也并不喜欢你这个兄弟 他只不过是 拿你的兄弟过渡一下 在你身边慢慢潜伏下来 极有可能 等时机成熟的时候 对不对 对 电视队这么编 黄南你觉得也可以吧 那你这四队当中 有几队是这样一个情况 你不要再问了 那四队都会看电视 他的兄弟也在看节目 这四个兄弟一看 说的是我吗 看到吗 如果他女朋友也在旁边的时候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下 我觉得你这样编得更好 这样是吧 就更真实 然后一回去之后 你会接到你那四个兄弟的电话 咱们需要谈一谈 11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刚才说你促成了很多 对 那他们在恋爱的时候 因为都是你朋友嘛 你促成的 如果他们吵架的话 会不会来跟你哭诉 或者说怪你 都是你把他介绍给我的 反正一般情况下 我是秉着不得罪 双方任何一方面的情况下 然后客观地去分析问题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到 街道和居委会去工作 对 办公地点在一棵村口 一棵大榕树下面 换个桌子 写个牌子 有什么事来找我 8号 男嘉宾 你好 我问一个比较直接跟尖锐的问题 你谈恋爱会公开发布朋友圈吗 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 但是 但是如果是刚开始谈恋爱的话 一个月或者是三个月的情况下 我可能不会花 但是如果我们在一起时间很长的情况下 我是会发朋友圈的 那你有通过其他途径给对方安全感吗 比如说我会做一些让她有安全感的事情 比如说我会秒回 或者是去接她下班 好的 谢谢 秒回和接女朋友下班 对现在的姑娘来说 远不如把你们发在朋友圈里边求点赞 对 你去接她 只有你们俩知道 发个朋友圈 所有人都看到 哪个更有安全感呢 如果是我们感情到达一定地步的时候 我不需要女朋友去跟我说 我直接就会自己去发到朋友圈了 我觉得还是感情到一定的程度了 她愿意觉得比较长久地坚持下去的时候 你催她 我觉得反而显得特别着急 像余露就很有可能两个双方约定 在比如说在6月30号晚上12点之前 同一时间 两个人同时官宣显得非常的严谨 然后最好官宣的那个文案双方 在文字表述和标点符号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了 大家同时发表一下 看下一条 那年夏天最深的记忆 是一瓶清爽的冰水 她是大一迎新时大我两届的学姐 热情的她 让初入大学的我觉得安心 学校举办迎新晚会 她帮我选西装 回到寝室 收到学姐的微信 我今天穿得漂亮吗 你长得这么好看 穿什么都好看 于是我们在一起了 校园恋情轻松而美好 她每天都为我准备早点 我们很少吵架 即使有摩擦 她还能自己消化 但两年后她毕业了 突起来的工作压力 让在县加塔里的我 根本不懂怎么给予好的建议 处境的不同导致我们分手了 另一个她比我大一岁 我们互相有好感 但不确定对方心意 有次我碰巧看到一个男生 给她送花 强烈的嫉妒心 让我上前拉起她的手就走 这一下的冲动 让我们在一起了 她把我照顾得很好 记得关于我的一切 毕业后 她为我学会做饭 每次应酬完 她都会递上一杯温热的蜂蜜柠檬水 给我解救 刚开始这样无私的爱 让我很感动 但是当喜欢成为习惯 付出变得理所当然 我变得有点无理取闹 她一般都默默承受 后来有次 我们为了一件小事争吵 她忍不住爆发了 提出了分手 我给她发了70多页的道歉的短信 都没能挽回得了她 经过这两次恋爱 我懂得了最好的伴侣关系 是有付出有汇报 爱情里没有姐弟 只有你珍惜我 我也珍惜你 我希望未来的她 温柔 成熟 喜欢黏着我 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富士山 听听海浪声 那个画面 那个为你吃那个小西红柿 是就是在线你当时恋爱的场景是吧 对 没错 9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看了你浴霞里面 第二个女生 然后我之前做过跟她一样的事情 就是我的初恋 我当时非常喜欢她 我追了她 我那会儿为她学做饭 然后为她洗衣服 就是我自己感觉 我自己真的就是 对她像一个保姆一样 你知道吗 她真的就是理所当然那种的 后面因为一件小事情就是 我那天晚上我不舒服 我跟她说 我想喝水 你能起来帮我倒一下吗 她说我也想喝 你给我倒吧 然后那天晚上 我就没有再说话了 就这样子 就心里埋下一个东西了 就觉得就是 当你的爱变成一种就是 你觉得理所当然的时候 真的另外对方是很累很累的 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心情 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 女生在恋爱关系中 往往很喜欢委屈自己 让对方开心 但是这种关系真的很难持久 因为你 你完全就觉得自己没有底线了 然后对方未见得也领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也想想我们自己 是不是把自己放太低了 我总觉得如果爱情当中 有一方一直在委屈求全 对 就是没有那么爱她 就是一定A没有那么爱B 所以B的委屈求全 她竟然一直没有发掘 或者即便发掘了也不以为意 对 就是就是这样 刘铭唱 男嘉宾你好 你觉得两个人在恋爱过程中 爱情最好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的呢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 我觉得我们趋于平淡的一个感情 不用说特别的轰轰烈烈 特别的浪漫 比如说我们在一起 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可以给你一份港中生蛋糕 24号 你好 男嘉宾 我看到你的择偶观是 比较向往那种成熟 然后体贴的伴侣 那你是会比较喜欢 这种姐弟恋的模式吗 因为我觉得每个女孩的内心吧 就是不管她年龄有多大 但是她内心都像一个小女孩一样 也是需要被照顾的 所以说我经过之前的恋情的失败 我就要提醒自己 要在感情里面做个哥哥 即使说对方比我大的情况 那个在姐弟恋过程中 真的是姐姐付出的比较多吗 我很有经验 来来来 这个话题我承认 其实的确 尤其是初期 就是主导权的问题 她是习惯于 将一段感情当中的主导权 放在对方手中 这个在初期看起来 特别是她的一种爱的表达 你知道在弟弟的角度 她表达的方式就是说 我不都让你说了算吗 你是要吃什么水果 什么时候吃 都是你说了算吗 那就是我对你的尊重 就是我对你的爱 这是表象 但本质是啥 不想承担责任 但是这样的话 姐姐会很累吗 就是 就是会很累 而且姐弟恋里边的姐姐 一边都是找了弟弟 但另一边心里都有一个 当然了 找一个哥哥或者大叔 这样一个形象的 一个爱情憧憬 对 我觉得很奇妙 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 就是姐姐弟弟那么关系 其实就在亲密关系的 多种维度上 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 不同的压力 但是有一个数据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社科院截止2019年 姐弟恋结婚比例 从20年前的13% 上升到今年的40% 翻了三倍 陈铭你贡献了 微不足道 不值一平 每个数字 他都给他存在的价 但是40%其实很 好厉害 超出我的想象了 是的 这个比例相当大 接近你吧 说明了什么 说明真正恋爱自由 越来越彻底的得以普及了 就是所有人找对象的时候 不再以年龄为界限了 你是完全能够接受姐弟恋的 对不对 可以接受的 你是能接受还是很享受 之前很享受 现在能接受 对 现在能接受 再过两年足够老了 就不行了 是吧 最后一个问题 21号 就是看你第一条片的时候 我就以为你是在感情上面 受到了很多伤害什么啥来的 然后到你第二段的时候 我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我总结就是看这两条片的 你这个呈现 我就是感觉你是自我 就是可能就是有点太优越的 那种感觉 所以并不是你那个什么 没有安全感而带来的吧 因为她之前对我很好 所以后来我有后悔 然后想去追她 也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她都没有再接受过我 那叫我 我也不接受了 这个6号灯一直流到最后 柳志云说了这半天的话 你才把灯灭了 你灭灯是跟她刚才的对话 有关系吗 差不多 就是我是有一个疑问 就是她发70页的那个 道歉短信 就我刚才跟她一样 我想问这个问题 感觉她有一点是那种 就是得到的时候不知道珍惜 但是他其实别的方面 我觉得挺好 是的 我跟你有同样的感觉 他过去是比较年轻的时候 在情感关系当中没有处理好 但是人家也在长大啊 对不对 之前包括姐弟恋的一些情况 对于之前我来说 可能就是比较幼稚 然后比较自我 但是我现在的话 随着年龄 包括阅历的增长 我也逐渐在改善自己 对未来另一半的期许 就是说我希望的话 我们可以公平付出 不是说我去一味地得到